好 明老師 我剛剛播了30多年前雷根的競選口號 再播30多年後川普的競選口號 如果要套用川普的知識版權的概念 雷根應該要收一下版權費用 是 完全可以了 看起來表面上這兩個是完全不可比 我們大家印象都是如此 大家看到剛才雷根的畫面 其實如果說你再多看一點的話 你發現他是一個很幽默 很風趣的人 然後第二就是他很善於溝通 大家稱他為一個偉大的溝通者 但是另外一點就是他常忽視他 他是一個堅定自信而不驕傲的人 可是川普完全不是這樣 川普大家主要多看一下 覺得第一 驕傲 第二 每天自誇 幾乎沒有過的事情 第三 人員很差 第四 跟媒體關係特別惡劣 所以大家覺得這兩個人怎麼可能比呢 可是你仔細看下去 兩個人都有相同的地方 除了剛才前面講到說都是共和黨之外 第一 兩個人都堅決反共 第二 兩個人個性都非常強悍 非常強韧 第三點就是兩個人都有強大的執行力 那麼大家現在對川普慢慢比較認識了 不過我回頭先講一下雷根 剛才你也談到說雷根當過八年的總統 雷根當過八年總統之前是卡特當總統 對 卡特當總那時候當然我們是學生時期 所以我們印象非常深刻 經濟不好 外交不行 被蘇聯欺負 然後被中共騙 然後整個社會民心士氣低落 所以美國當時 美國人簡直說不曉得怎麼辦 當時我人就在美國 所以那感覺非常強烈 雷根出來競選的時候 他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我給你們一個方向改 然後我帶你們到一個應許之地 然後我可以把你們帶到一個 讓美國再度強大的一個境地 所以大家慢慢聽進去了 而當時這個卡特競選就批評他說 你這是軍國主義 你這是戰爭犯是什麼 雷根則很簡單回一句話 你又來了 你又來了 他說我真的能夠讓美國強大 所以當時老百姓因為實在受不了 卡特的那種軟弱 最後投了雷根 雷根是壓老姓的勝利 雷根贏了之後 他真的就落實他的競選諾言 他首先重建經濟 他推出叫雷根經濟學 大家都是取笑他 可是後來證明是有效的 他是減税 他減25% 然後降利率 但更重要一點 他積極建軍 建軍有兩個目的 對內拉動美國的經濟起飛 然後對外有實力跟蘇聯對抗 所以經濟好轉之後 他對蘇聯的政策 也從過去比較軟弱的 叫圍堵政策 變成一個相對對抗的政策 當然講到這裡 我必須說一點 雷根在對蘇聯強硬的同時 他對中共是放軟的 他在1982年簽訂的817公報 對台灣傷害很大 我們必須這樣說 我認為這是雷根當總統 當中的一個瑕疵 他反蘇共勝於反中共 所以當時誤以為說 我如果不僅僅拉住中共 那中共倒過去我就很麻煩 所以簽了817公報 事後他認識到他的錯誤 因為很多參眾議員去跟他講 他認識到說我讓不讓太多 所以他做了一些補償 然後就對我們做了六大保證 那這六大保證後來又寫成文字 前幾年不是美國就變成了一個法案嗎 對 那更重要的就是他當時 在內部留下一個備忘錄 就是說我們跟這個中共 簽這個817公報 是有什麼什麼前提的 前提什麼呢 中共必須要以和平手段 解決台灣問題 這是前提 那這個東西後來傳說 就鎖在美國的這個 白宮的那個保險櫃裡面 後面總統每次上來都要讀一遍 後來我們戲成先帝遺詔 那講完這個之後 我都講了說雷根 那雷根不是要面對蘇聯嗎 那蘇聯當時兵力非常強大 那所以雷根想到半天說 那我就想個辦法要去超越它 可惜當時人類科技 嚴格說是做不到這一步 那現在那是最大威脅什麼呢 就是飛彈 就是核子飛彈 所以雷根就是 我就想說 我必須想出一個辦法 去應對這個核子飛彈的威脅 不管它是從地面打來的 還是水底下打來的 還是空洞打來的 還有一個什麼 要有一個辦法 所以最後就凝聚成個方案 叫做戰略機械 後來一般就俗稱這個星際大戰 因為當時電影出來了嘛 叫星際大戰 星際大戰簡單說是這樣 對方打過來的核子武器 我分高空中空低空三層去攔截 那麼我可以高空 我發現之後就用什麼去攔截 中空發現什麼去攔截 但是雷根後來說這個還不夠 那我還弄什麼呢 我弄雷射武器 所以他後來在1983年 3月份有一天就在白宮了 就鄭重其事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時候因為還沒有powerpoint嘛 所以他就用掛圖 弄了很大掛圖 他就做這範圍 然後用了很長的叫邊 一頁一頁翻一頁講 然後說你看 當對方如果高空飛彈打過來的時候 我衛星發現 發現了鎖定之後 然後衛星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衛星啪 就發一個雷射光把它打掉了 然後如果打不掉的話呢 然後就到中空 中空就高空飛彈把它打掉 高空飛彈打過來 那沒關係 他最有時候低空飛彈可以打下來 這下呢全美國信心大聲 哇我們有雷射武器 雷根是演的 其實美國沒有雷射武器 美國雷射武器 前兩年才剛剛做好 才能夠裝備 所以換句話說 1983年他說這件事情 大概三十幾年才做到 那大家平完之後呢 大家覺得說 雷根那次演技最棒 他那次應該得奧斯卡金像獎 他前面都沒有得過 他演技好到什麼地步呢 蘇聯相信了 蘇聯認為他可以發展 雷射武器 雷根講得很清楚 我發展完之後呢 我不是完全壟斷呢 因為完全壟斷 我怕你會怕 你如果太害怕 你就先發射核子武器 那我就麻煩 所以這樣子沒關係 你先讓我發展三年 三年之後 我把一部分科技交給你 讓你也有 這樣好不好 蘇聯沒辦法 蘇聯一方面只好 嘴巴上說好 然後就等他給他 給他這核子 給他雷射武器 但自己也開始加速研發 所以開展了新一波的軍備競賽 那後來的說法之一就是 這一新一波的軍備競賽呢 把蘇聯經濟拖垮 那中間還有個小插曲 雷根不是說 我可以有人造衛星嗎 有人造衛星可以發射 發射雷射光什麼等等嗎 所以那叫做殺手衛星 英文叫Killer Satellite 殺手衛星 所以當時很多什麼 當時因為這個新聞雜誌很發達了 什麼Newsweek什麼的很發達 所以大家就來講這個故事 什麼星際大戰什麼 就當然編了很多東西出來 結果過了大概一年左右吧 蘇聯宣布 我也發展了殺手衛星 美國非常經常說 你怎麼搞出殺手衛星呢 蘇聯說我是這樣弄的 我發射衛星上上去之後呢 我同步同步同步走到你旁邊 我自己爆炸 把你也炸壞掉了 我也是殺手衛星 但是是自殺的 所以我沒有雷射光 但是我用大龍炮的方式 我可以解決你 這後來當然都是這個 笑話 那東西就出來了 是真的 真的出來了 因為人造衛星的太空座 是這樣走的 還有繞地球這樣走 那你要上去的時候 你發射是 你慢慢跟它這樣 轉一個圓圈同步 慢慢就可以同步了 到了旁邊的時候 它會炸掉 不是真的把你衛星整個炸掉 因為衛星的功能有三個 一個是眼睛看 一個是耳朵聽 一個是嘴巴講 我眼睛看到了什麼 然後我跟地面講 或者耳朵聽到什麼 我跟地面講 那只要把三個功能打掉 一個就行了 最重要把講的功能打掉 就好了 所以怎麼 我只要用一陣 把你的精密一些陣壞掉就行了 不需要把那個衛星整個打掉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 半開玩笑式 但實際上 這科技是向這方面發展 那雙方的努力發展 那現在當然就更 技術更進步 現在變成5G 6G的戰爭 現在一方面在網路上可以打 對 在網路上可以打 大家科技就可以打衛星 中共的科技 前幾年已經可以打低軌道衛星 那美國後來非常生氣 美國也打刻給他看 說你看我也打到了 所以說到底就是說 那雷根的政策呢 這樣產生什麼結果呢 它真正就是直接導致了 後來蘇聯跟東歐的變化 因為他也看見這個 其實戈巴契夫呢 當時有意改革 戈巴契夫在1985年上台改革的時候 當時西方是不相信的 因為西方被蘇聯騙了很多年 他們對俄國人有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所以俄國人講什麼他都不信 但是戈巴契夫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戈巴契夫看見他們內部的制度 其實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社會 經濟 政治各方面的 瀕臨崩潰邊緣 所以他急於要改造 那既然要改造呢 國際上就不能這樣競爭 所以他拼命想要降低跟美國之間的敵意 但剛好放到雷根 所以他變得硬的投票走上去 但在走的同時呢 他就跟雷根講說 其實我想和解 當他放這訊號的時候 我剛剛講說 剛剛開頭 美國是不相信的 對 大概過了一年之後呢 雷根才慢慢看懂 西方社會才慢慢接受 他說 你真的是想改革 所以後來的發展就是 第一呢 美國基本上在戰略上支持 戈巴西夫這個人 推動他對內部的改變 因為這個東西減輕過美國壓力 第二從外部上面呢 我施加一定的壓力 剛剛講說那個戰略的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子 那再一點就是 美國在推動這個 蘇聯的變化同時呢 美國設法推動東歐的變化 因為當時波蘭 匈奧利捷克這三個國家呢 內部出現相當的激盪 最突出的呢 就是我們講的波蘭的團結工會 當團結工會裡面出現了 九百萬人 將近一千萬人 要上街遊行的時候 你就曉得說 這個對國家的震動非常大 所以雷根當時想說 那這件事情我必須 就必須推動 那經過了幾波之後呢 就慢慢的搭上線 最後還有一個人幫忙 教皇 當時的教皇呢 是波蘭裔 John Paul II 約翰保羅二世吧 John Paul II 他是波蘭裔 他看見這個趨勢之後呢 跟美國方面 這個私下這個協調完之後呢 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所以他這邊專門幫助 波蘭幫助天主教 所以在內部呢推動 那這樣子這個就是 里外唱和的結果呢 最後是雷根1987年6月份 跑到柏林去演講 你剛才講說 雷根是川普的偶像 雷根本人也有個偶像 甘乃迪 真的喔 甘乃迪 所以甘乃迪是川普的主司 也有偶像 因為甘乃迪跑到柏林去演講 他講說柏林要做一個 柏林要做一個自由任何 他講的類似的話 所以雷根跑到那邊演講 甘乃迪演講的時候脫稿演出 然後雷根跑去演講 也脫稿演出 當時我聽說就是 他的這個雷根的幕僚呢 給他寫了那個演講稿是說 Bring down the wall 就是把牆弄下來 結果後來雷根到現場 因為現場氣氛熱烈嘛 一炒熱 講話就脫稿了 他說tear down的我 把牆拆掉吧 那時候是1987年 兩年之後 不令偶像倒塌 我們會再製造英文 我們會再製造英文 好米老師 川普每次都這樣子 很浮誇的做這種動作 不過他在Copy他的偶像 他的偶像 講這個競選口號的時候 比較Smooth 比較沒有他演這麼大 但是實際上 他的偶像 當年打過對日本的貿易戰 現在他打對中國的貿易戰 他的偶像 當年處理過對蘇聯的共產政權 而同一時間 川普也要面對中國大陸的共產集權 所以兩個人的政治人格 政治政策 有非常多類似的地方 而且他們面對的政治情勢 也有點類似 因為他面對 等於是第二大強國 可以威脅他 可以挑戰他 那剛才我想 這個畫面上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我們在過去節目也講過 我們說 他現在基本上第一步 打的就是貿易戰 可是我記得我們講過 我們說 蠻早的我們就看見 他打的不只是貿易戰 在去年 貿易戰真正開打的是六月 那我們在三月份 當他簽了那301之後 我們再把一些 前後的一些細節 鋪陳起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 他想打的應該是超過貿易戰 所以當時我們很大膽講說 第一他是要打貿易戰 第二他是要打貨幣戰 換句話說 不讓人民幣變成國際 可以真正流通的貨幣 或者可以結算的貨幣 這叫貨幣戰 因為一旦如果說中共 人民幣在國際上能夠流通 能夠成為結算單位 然後中共在國際金融上 就有一個更高的地位 就有更大的發言權 這第二個 第三就是打科技戰 那現在突出了 就是五G 華為什麼等等 第四是打經濟戰 也就是全面上 我希望削弱你的經濟 那剛才這個 惠正小姐講說出口 那是第一個部分 那我不但把你出口削弱 我連你的生產力都整個削弱 就是我們前面講說 當它開始在減稅的時候 它要把美國在中國的公司 乃至產業鏈會拉回美國去 這樣兩國的經濟差距差距 會拉大 這叫經濟戰 最後我們在去年大概 七八月份八九月份 我忘了準確時間 當時我們開始懷疑說 美國對於中國的政策 是不是會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轉彎 也就是說會不會再上升到價值觀的戰爭 到了去年 我記得我提過吧 九月份的時候 他不是去聯合國演講嗎 當時講得有點亂七八糟 因為很多國家的領袖在那邊反對 笑他虛他 然後在那邊底下吵啥 他就很生氣嘛 他說沒關係 反正過一陣子 我副總統會講得比我更好 所以10月4號彭斯出來講 那大家可記得彭斯那張臉吧 比他板得還要兇 然後講得非常清楚 他徹頭徹尾反映了川普的觀點 彭斯的話講得非常長非常熟悉 但我歸結成了三點 第一呢 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改變了 就是過去呢 我可能跟你比較溫和 現在呢 採取基本上是一個對抗的政策 那第二呢 我雖然改變對華政策 我是反共不反華 那我號召中國人民一起跟我站起來 第三呢 肯定台灣的民主 肯定台灣的民主成就跟民主化 呼籲中共學習 所以這三點我覺得非常關鍵 那麼這個也就反映了 剛才前面這個雷根的這個觀點 雷根也反共 雷根反共完之後 他希望把俄國把什麼 打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 民主的一個國家 各位看他在東歐 在前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內 已經實現了 雖然有些國家現在還在搖擺 那麼也就是說 價值觀的戰爭是一個非常真實的東西 那麼我們為什麼肯定民主呢 不是因為我們民主 我們肯定民主 所以我們看到說 人類的歷史進步到了工商社會之後 這個價值觀比較多元了 民主恐怕是我們現在找到的 比較好的辦法 我們不認為它完美無缺 我們認為它是比較好的辦法 所以川普對中共政策 最後歸結一下就是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呢它是要和平演變中國 也就是說我不準備用這個熱戰 要和平演變 第二呢我和平演變的目標呢 不是把你瓦解把你分裂 而是希望你最後轉變成民主化 就是我說的反共而不反華 第三呢他做了兩手準備 他還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跟我硬碰硬的話 我軍事上是有準備的 軍事上呢我是強大的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川普開始建軍 開始重新打造航母跟航母艦隊 就是為了應備這個 這個將來的可能性 但是我一直想提醒大家就是 即便這樣做 川普呢仍然留有餘地 嗯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中共 真的改權更張的話 那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 嗯 我們可以好好走下去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不改權更張的話 那我也軟硬兩手在那邊等著你 嗯 所以我想它的 總結局就是它的目標非常清楚 然後它意志非常堅定 那我相信這方向呢 不會隨便改變 好 Raymond 好 好 máquina 好